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S标准后面就是我们这张线的明镜菜单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整张场红的主向处理命令 我们可以依次点击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当然我们会在通用的进行过程中想大家做更为详细的解释 我们可以选择前面的是FontShop提供和风景面板 在这个面板中可以选择合适的工具来处理出片 从前面上中进行通算 光发从前面上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当北高欢迎的工具是天安棱下面的文字 会不会发生改变 这个发生改变的区域就是说上升的选项了 看得到我们这周节的签署面板 同时的讲在生活中到我们使用签避笔工具时 会有HP、2B等多份签署的签避功能选择 通过所谓的签避的签署 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学习工作 屏幕最右边的就是面板的 面板的内容不是一直不编的 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行为来进行拓占的操作 更改它的看练顺序 在了解了菜单工具面板的学校 不面板的内容 我们压张的区域就可以登场了 他也说我们整个界面中 最大面积的区域 工作区 我们的算品就带上在这个区域之中 这里我们该在打开的是 导致国际大学的图标 在工作区的下面是工作的信息文 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改图片显示的版本地 在这里更改图片显示的版本地 以后图片的显示大小 通话有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通文图标 来广场的图标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改变的就是图片的显示大小 而不是图片的实际大小 相当于我们把这一张图标 进化的机器的观察 和一张图片 用手标所加安卓版本地 说完的这一台文字 我就会很方便的看到 和这张图片的签讯信息 为看到这张图片 宽度百六千小数 高度二百一千小数 辅导RTB 我们里面向图片 里边的大么相似为营养 将保冷的图片时 我们也可以使用 监管上的控制键 借家如水彩放入 图片 easily 可以按照设 Kel seed 方向会进行移动了 将翻转的渗车键加速输入 用电就可以按到数据的方向进行移动 这种朝向方法就是用程式的快捷键 如果使用快捷键我们可以提高功能效力 用了这种所说的按键组合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快捷的完成平项的处理动作 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快捷键扣键加N的新建一个文革 同时按下键扣键扣键和扣键 就会准处游电关光 通过对这个地方通过的准备进行设定 我们就可以完成新建文革的设置 首先新建的文革需要填入一个名称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下面的预设 很重量 我们可以看到预设中的第一项就是文革大小 打开下面的预设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上载已经很轻挂到 我们提供了一些标准圈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选择 我想要的指教大小 这样文革的高度和宽度 我们可以选择发生相应的改变 我们可以适当地积一些指教大小 方便以后的工作和学习 在选择文革的大小以后 需要挑选的就是在发生中间的 我们可以选择文革大小 内容的当地是像素和人生 让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像素的支持 所谓像素 其实就是一个单位 我们正是讲的 里面和美食浆场 都用 那像素是精算数百分之上 有的单位 一个像素就是一个最小的军胜单元 看在屏幕上显示的点,就是当格的染色点 然后我们古代的一个发明,活字一串射断这个地址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影板看作一种图片 把这个整体使用一个活字组成的 这个活字就相当于我们图片中的相续点了 这方面的图片,但如果使用一个和相续点做出来的 当我们图片放大,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图片边缘员呈现的绝齿状 仔细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由相续点造成的相续图的颗粒感 大了,除了这种相续图,我们还有一种由相续的图,叫做食量图 在这个食量图进行正常方向的操作时,电源都会出现击齿状 用了更多的食量图的信息,大家可以在网站进去查看 射程分别的过后,就会选择逐遍每个颜色模式 在这种颜色模式中,以RGB和CNYK两种最为畅用 我们刚刚在查看水平方图标的图片信息时看到 我水平方的这张图标的图片,参与了RGB的这种颜色模式 后面的背景颜色选项,就是为相续文章预设一个背景颜色 以后我选择白色,结析签定 我就建立出一个白色的背景颜色的模式 我1P,我刚选择后面色,近日档的背景颜色为空标 从白色跟后面色追换看,背景颜色的上去背景颜色 我请大家要更多音乐的一下她 当前的状态,近日档为白色,背景色为黑色 我在原色手中选择的背景颜色,有点击晃就没看到 我心腾出来的1P,背景颜色为黑色 也当前的背景颜色可以确实不致的 也就是说背景上纪与当前的背景颜色 说到这一名信念文档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这次课程中我们学习了Futshop36的新闻经验 以及如何在Futshop36中寄进一个文档 在下期的课程中大家最后学习到了 如何在Futshop36中打开一张影片 修改成这个实际大小号 有精神保持 希望大家和Futshop的内容建议联系 这次上下期的课程中 建立一个课程中的文化 这就是Futshop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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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